约尔书第一章 耶和华的话领到皮图尔的儿子约尔 老年人啊 你们要听这话 这地所有的居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 在你们的日子 或在你们祖先的日子 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要把这事传于子 子传于孙 孙传于后代 剪虫剩下的 蝗虫吃了 蝗虫剩下的 男子吃了 男子剩下的 马扎吃了 酒醉的人啊 你们要醒过来 要哀哭 所有嗜酒的人啊 你们都要为甜酒哀嚎 因为甜酒从你们的口里断绝了 因为有一名上来侵犯我的国土 他们强大又无数 他们的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他们有母狮的大牙 他们使我的葡萄树荒凉 折断了我的五花果树 把树皮剥尽 丢在一旁 使枝条漏白 你们要哀嚎 像少女要树麻布 为她幼年时许配的丈夫哀嚎一样 素季和奠季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断绝了 事奉耶和华的祭司也都被爱 田野荒废 土地凄凉 因为五谷毁坏 心旧干节 油也缺乏 农夫啊 你们要为大麦和小麦羞愧 修理葡萄园的 你们要哀嚎 因为田津的庄稼都破坏了 葡萄树枯干 五花果树衰残 石榴树 棕树 苹果树 田野所有的树木都枯干 因此 欢乐从人间消失了 祭司啊 你们要腰树麻布 并且痛哭 在祭坛事后的 你们要哀嚎 侍奉我的神的 你们披上麻布进去过夜吧 因为素季和奠季 都从你们的神的殿中 窒息了 你们要把进食的日子 分别为圣 召开严肃会 聚集众长老 和国中所有的居民 到你们的神耶和华的殿里 向耶和华呼求 哀哉那日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那日来到 好像毁灭从全能者临到一样 粮食不是在我们的眼前断绝了吗 欢喜与快乐 不是从我们的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谷种在土块底下朽烂 仓库荒凉 谷仓破烂被拆毁 因为五谷都枯干了 牲畜发出哀鸣 牛群到处流荡 因为没有草场给他们 羊群也同样受苦 耶和华 我向你呼求 因为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 火焰烧尽了田间所有的树木 田野的走兽也向你发喘 因为溪水都干涸了 火吞灭了旷野的草场 约尔书第二章 你们要在西安吹号 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 让国中所有的居民都站立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 必然临近了 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 是密云漆黑的日子 有一对众多强盛的民来到 好像晨光满布全山 这样的事从前没有发生过 以后迟到万代也不会发生 在他们前面有吞灭的火 在他们后面有燃烧的火焰 他们未到以前 大地像伊甸园 他们过去以后 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 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 他们的形状像马的形状 战马怎样奔跑 他们也怎样奔跑 他们在群山顶上跳跃的声音 如战车的响声 又如火焰 脱灭碎阶的响声 向强盛的民 摆阵预备作战 在他们面前 万民苦恼 人人脸红耳赤 他们奔跑向勇士 又向战士爬上城墙 他们各按自己的路前行 并不偏离路线 他们彼此不拥挤 各按自己的道前行 甚至他们持着兵器跌倒 也不会被剪除 他们冲入城镇 奔上城墙 爬进房屋 像盗贼一样从窗户爬进去 在他们面前 大地震动 诸天摇汗 日月昏暗 星星无光 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头 发出声音 他的队伍极大 成就他话语的是强盛的人 耶和华的日子伟大 非常可畏 谁能忍受得住呢 耶和华说 现在虽然如此 你们仍要全心全意 以进食 哭泣 哀嚎 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 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 并要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随时转意 不降灾祸 有谁知道 或许他会转意 并且施慈爱 留下余福 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素季和奠基 你们要在喜安吹号角 把见识的日子分别为圣 召开严肃会 你们要召集民众 使会众分别为圣 召聚老人 聚集孩童 和在怀中吃奶的婴孩 让新郎从心房出来 新妇从内侍出来 让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在圣殿的郎子和祭坛之间哭泣 让他们说 耶和华 求你连续你的子民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 使他们在列国中成为孝坛 为什么容忍在万民中讥笑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于是 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地发热心 连续他的子民 耶和华应运他的子民 对他们说 看哪 我必赐给你们五股 新酒和新油 你们必吃得饱足 我必不再使你们成为列国中的羞辱 我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 我要把他们驱逐 到干旱荒凉之地 他们的前队赶入东海 他们的后队赶入西海 并且他们的臭气上升 他们的腥味上腾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势 地土啊 你不要惧怕 你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势 田野的走兽啊 你们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场又发青了 树木又结果子了 五花果树和葡萄树也都效力了 西安的人民啊 你们要欢喜 要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快乐 因为他赐给了你们核实的秋雨 他给你们降下十雨 就是秋雨春雨 像以前一样 河场上必满了五谷 榨酒池与油榨 必溢出新酒与新油 我差遣到你们中间去的 我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男子 马榨 和简虫 在那些年间吃尽的 我必补给你们 你们必吃得丰富 并且饱足 你们就赞美耶和华 你们的神的名 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 我的子民必永远不会羞愧 这样 你们必知道 我是在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除了我 再没有别的神 我的子民 必永远不会羞愧 以后 我要把我的灵 浇灌所有的人 你们的儿女 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 要做异梦 你们的少年人 要进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也要把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 我要在天上地下 显出神迹奇事 有血 有火 有烟柱 太阳将变为黑暗 月亮将变为血红 在耶和华 伟大可畏的日子临到以前 这一切都要发生 那时 求告耶和华的名的 都必得救 因为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 必有得救的人 在劫后余生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所呼召的 约尔书第三章 看哪 到了那些日子 在那个时期 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 被鲁的人归回 我必招聚列国 令他们下到约沙法谷 为了我的子民 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 我要在那里 亲临审判他们 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 分散在列国中 又分取了我的地图 他们为我的子民抽签 用男童交换妓女 女童被卖换酒喝 推罗 西顿和菲利士四敬的人 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呢 你们想向我报复吗 你们若向我报复 我很快就使报应 归在你们的头上 你们拿去了我的金银 又把我的珍宝 带进了你们的庙宇 你们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卖给希腊人 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 看哪 我要激动他们 离开被你们卖到的地方 我也要使报应 归到你们的头上 我必把你们的儿女 卖在犹大人的手中 犹大人 必把他们 卖给远方士巴国的人 因为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在列国中 宣告以下这话 你们要预备征战 要激动勇士 让所有的战士都进前来 让他们都上去攻击 要把犁头打成刀剑 把镰刀打成锚枪 软弱地要说 我是勇士 四位的列国啊 你们快来帮助 在那里一同聚集 耶和华 求你叫你的勇士下来吧 万国都当奋起 上到约沙法谷去 因为我必坐在那里 审判四位的列国 你们要伸出镰刀 因为庄稼已经熟了 来见他吧 因为压酒池满了 酒池盈溢 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 无数的人群 齐齐在判绝谷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的判绝谷 日月昏暗 星星无光 耶和华从西安吼叫 并从耶路撒冷发声 天地就震动 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的避难所 做以色列众子的保障 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是住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 那时 耶路撒冷必成为圣 外族人必不得 从其中经过 到那日 大山都必滴下田酒 小山都必流出奶 犹大的一切溪流 都必水流不息 必有泉源从 耶和华的殿里流出来 灌溉河谷 埃及将会荒凉 以东必变成凄凉的旷野 都因为他们 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 又因为在他们的国中 流了无辜人血 但犹大必存到永远 耶路撒冷也必存到万代 现在 我要追讨 我还未有追讨的流人血的罪 耶和华在西安居住 又水流路 感谢观看